刚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我就记得 第一次见到那个文科大哥的时候 我们蹲在地上在那拿着一个小的发电机 加机油 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怎么发动 搞了差不多一两个小时 后来旁边的那个营地的人 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过来教我们 但是眼看着从那个小帐篷 一直到大帐篷 到现在我们不光是有一台发电机 我们有四五台发电机 而且还有火箭炮 还有一切的设备 然后咖啡机 这些设备都变成整个营地里面的 最好的设备了 说起来很难以让人置信 我们当时说 我们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救援组织 其他人都不相信 发现这个组织工作 几乎比他们红十字会的组织 还要来的有利 所以很多人都对我们的整体的设备 整体的管理都感到很羡慕 而且是认同的 然后我们其实 因为媒体组会接触到一些外媒 还有一些志愿者 我们经常会在一块聊天 他们对我们的现场的 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是认同的 尤其是对我们后来 我们亮出来了 我们是反共的 这个措施有很多的 就直接就上来 就跟我们一块喊口号 然后跟我们一块融入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CCP 就是中共的这个邪恶的 他们都希望跟我们站在一块 我前几天碰到一个小故事 我不知道分享没有 就是我们在前面的小帐篷 在负责跟他们这个分发东西的时候 这时候有一个乌克兰的一个年轻人 他过来 他掏开钱包要给我们钱 我们当时就说 这是给难民的不用钱 因为语言不通 他就一直要给我们钱 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他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 他在旁边的超市 买了一大堆用品过来了 然后就堆在我们这上面 原来他刚开始想要抖内的钱 发现我们不要钱 他自己去花钱 去买东西来了以后 但是把东西放到我们桌子上以后 他就是直接走到边境 他要回乌克兰战争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勇敢的人 很多无私的人 每一个人都在试图着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真的感觉到有一次这个机会 我们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清洗 真希望大家都有这个机会 感受一下这个人道勇敢 还有一个无私这些的体现 我们的心灵状 我们的心灵状 最后我们的心灵状 感觉到我们们可以 我们的心灵状